也就只有周深能把福光这首国风纯音乐神曲翻唱得这么唯美 毕竟原版就已经原地封神了 但是等周深一开口 我才明白什么叫仙气飘飘 难怪都说周深把自己唱成了华夏掌管音乐的神 你的身后如是长篇 四笑如朝的心血流绵 与你同现灿烂丧天 初步为你全身才遇见 但要是让别的歌手翻唱纯音乐 却是把一首讲述亲情的歌曲 硬生生唱成情歌 六年前横扫全网的小提琴神曲《告白之夜》 讲述的其实是灰夜鸡 向养育自己的双清说明自己是月亮上的人 并且马上要回到月亮的情景 被国内的网红歌手翻唱后 瞬间就失去了原版的意境 让月光随我隐藏 把我流浪泪 爱下颗破骨的心脏 通过辉煌 悲伤就好像影子一样 越来越长 心色无望 微风吹灭了 曾经眼里你的光芒 真是清晰 还可以飞翔 而你将会使我一生都念念不忘的人 还有这首充满日式风情的燕 《萤火虫与你》 一听到就让人想起宫崎俊的电影 没想到经过改编之后 这中文填词立马变得多余了起来 堪比读课文的rap是越听越尴尬 多想把你忘掉 每天睡不好觉 即使你不知道 你一直多重要 想做彼此依靠 每天说说笑笑 看你养起嘴角 烦恼通通跑掉 没有你的浮躁 我也会有烦恼 你开始的冷傲 注定无法到老 你说过我很好 却不是你想要 天黑露度寂寥 一切都是在 这就能够 再试课文的 天黑露度寂寅